大家好,我是砸蓝小奸兵宣明 这是林月山的画作《莲池》 林月山出生于嘉义市 画一受到民间画师与文人画家内涵的影响 从小就展露学会画的台风 西元1927年 林月山的画作在第一届台展中 胜过几个画台的表达者和入省 获得评审的一致好语 为了进行第四届的台展 林月山从不间接地外出找出最适合的装作品材 甚至在五月嘉义苗穹谱荷花盛开的时候 冒险被文成定要一夜的风险 暗夜时就坐在池塘边等待 只为了清楚记录下清诚荷花初开的那一刻 捕捉出那最起始的了 林月山使用大家至今的金粉 展现出嘉义苗穹谱花时特有的赤土特色 与片片绿和相应输成漏人的色调 朵朵荷花在荷叶间优雅绽放 挺立在池塘中 那优美的姿态令人叹为快智 那这幅画中除了荷花与荷叶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在活动呢 没错 这只雪白的莱洛斯在荷花与荷叶间来回传说 仿佛身带手叫猎物的总体 林月山用他的巧手细心地画上这幅寂生动 又不是寂寂的作品 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他对画画的热情 这也是林月山画作的美丽 大自然的美丽 我来答案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